不少人上班都会开车来代步 而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目前全台湾有662万台的汽车 但是只有四成的人会拿来做通勤的使用 专家就分析说 如果使用率是每周低于三天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租车就好 铁灰色汽车在都市间穿梭 根据统计 目前台湾一共有662万台的汽车 平均每户就有1.5台 通常使用约10.7年后就会换新车 台湾人很容易就开到8年10年 然后你要换的时候 你会发现缠价没多少 一台剩3万5万 那不如我就丢着继续开 有感情想要说开着它怎么样怎么样 载小孩什么之类一大堆理由 总之你会舍不得卖车 车会越来越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台湾人每星期用车约4.1天 使用时间为1.8小时 有四成的人都会拿来通勤 但专家分析 一台新车的价格动辄80到100万元 如果使用率不高 或许买车的计划可以先缓缓 如果你一个礼拜使用的天数 低于三天甚至低于两天一天的话 然后只是可能出去玩 像这样子 平均假日的时候出去个1.44 然后一次行驶1.9个小时来讲的话 那你不如就租车算了 或者用共享车就算了 买车容易养车难 因为如果是算一台80万元的新车 加上牌照税 燃料费 油钱 保险等费用 使用10年下来 一台车的开销就高达140万 一个礼拜我可能用个一天两天 就是假日使用的话 我就算是停在我的停车场里面 你还是要花牌照税的钱 保险的钱 就只有不花油钱而已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隐形的这个成本 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也确实要把这个考量进去 看来民众买车钱恐怕得多想想 否则存钱买车却发现使用率根本不高 反而让荷包白白失血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